诶 谁啊 二二浪子 猴奶奶病危了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诶 好嘞 好嘞 怎么了 为什么不送医院 猴奶奶固执的很 非要在家等着你们来 谁劝都不行 就是不敢去医院 天天喊着小黑也小黑 之前骂老太太 不想让你们知道 是怕你们担心影响了工作 这样不好 这脉 有点儿肉 那个天天每天还能吃点什么 这啥也吃不了了 就吃点米汤 一天就小半碗 现在有点儿神志不太轻了 还 还喊小黑小黑 一伯 这样不行了 脸都有点肿 必须送医院 那怎么办呢 赶紧再弄车送医院 奶奶 奶奶 我是小黑 您大孙子来看您来了 奶奶 这儿呢 奶奶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是不是小黑 小黑 奶奶 您看 奶奶 您看 您孙媳妇毛豆豆 豆豆 也来看您来了 奶奶 奶奶 我是豆 你 你咬了 有什么呀 有啥 有什么呀 fl 小光 穿在 你咦 你咬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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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什么 奶奶 您刚才不是说 说我有了吗 我可能真有了 我刚刚熬粥的时候 我 我好想吐的 特别难受 我这怀疑 我可能真的怀孕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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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去医院好不好 你去医院看病 然后我顺道做个检查 你一定要好起来 一定要看见你的虫孙子出生 去医院 你看 答应你去医院了 你放心吧 我在这儿看着 不要 那个大夫跟我说了 就是没多大事 主要还是多休息 我知道 睡着了是吗 扫子可真厉害 一来 一说怀上了 好歹能立马看上医院来 这下好了 可以保重孙子了 这人说了 咋来了就那无聊的 这有大概四千块钱 你拿的 听我跟你说啊 那个大夫跟我说了 说后奶奶现在这种状况呢 主要就是营养不了 就拿这个钱买一些营养啊 保险品 多吃的 然后定期呢 比如说每个月到这儿来 打一次针 我都跟大夫都说好了 就增强免疫力的那个针 哦 今儿了吧 这你放心吧 那我就撞下了 哎呀 神了哎 哎 你说后奶奶神不神啊 就看嫂子一眼 就知道怀上了 哎 哥 你说你就稀里糊涂的 自己都要快当店了 还不知道 太突然 太突然 奶奶 你听见我说话吗 我说话 你听着就行 我跟你说 医生说了 你身体啊 没问题 就是前一项呢 有点虚 你呀 你 你要注意 不能光喝米糖 那个东西没有营养的 你要多吃一点 身体呢 慢慢就恢复了 阴阴朗朗的 你不是说 还要 看虫孙子吗 奶奶 一定要好起来 看着我们的小小黑 好吗 你曾经让我答应你 和小黑 白头写了 你也要答应我 答应我们 要活到一百岁哦 好吗 谢谢 所以 咱们 为了 我们 给了